自信是一切众生共有的 阿弥陀佛有 释迦如来有 一切诸佛有 我们也有 不但我们有 树木花草 山河大地 佛经上常用的比喻 横火杀素 无疑不是自信所信 无疑不是为时所变 自信是真心 为时是旺行 设法界的重心 迷失了自信 日用平常 都把旺行当作真心 这个错误 真正叫大错了 为什么 我们永远不能回归自信 永远迷惑在六道轮回 原因就在此地 所以大乘经教里头 佛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叫我们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真心 就是自信 什么叫菩提心 佛法对于一切法的解释 它有三个 体 相 用 它的本体 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 它什么样子 它有什么作用 从这三方面讲清楚了 实 学习的人 听到的人 才有个概念 体 是真心 旺行的体 是真心 没有离开真心 不过是 把真心迷了 真心 能先想 像不是真 凡所有像 皆是绝望 包括极乐世界 包括祝福如来 没有例外 通通是绝望 所以 般若经上 佛告诉我们 一切法 这个一切 一切 包括佛法 包括阿弥陀佛 包括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法 没有一法在外 这一句全报了 一切法 叫毕竟空 这真相啊 妄想 假的 不可得 真的 也不可得 真的如果有个 可以得这个念头在里头 真的就变成假的了 为什么 没有七心动念 七心动念 就是变成假的了 所以 真往都不能 七心动念 不七心不动念 你看到的 真的 听到的是真的 接触到的 都是真的 真是对望说的 相对而说的 望既然没有 哪来的真 这就告诉我们 两边都不能 知足 知足望 错了 知足真也错了 知足真 真就变成望了 清静心里头 没有七心动念 七心动念就坏了 我 各位 你 我 我